我其實就想問妳剛開始的時候是有什麼樣的idea 為什麼會開始想要找代理日母這件事 因為我遇到了現在的先生 然後那時候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我就很坦白告訴他說 我覺得我們兩個要交往之前 我有件事要讓你知道 因為你接受我們才可以繼續 比如說我不能生孩子 是因為我天生沒有子宮 我是一個很勇敢去愛的人 就是我沒有因為這樣而關起來就不談戀愛 我還是很勇敢去談戀愛 我覺得就是要交往 人就是要相處 可是當相處到最後那個關卡的時候 要面對到要不要再往下走 下一步要組成家庭要面對到的時候 就會卡住 那所以真的好不容易遇到一個人 我真的要告訴他這件事 他給我的反應跟過往完全都不一樣 他就是直接很堅定的告訴我說 我陪妳一起努力 然後他就說等我打完球 我們來美國做小孩 可是妳真的覺得講這事情 有人會覺得會被歧視嗎 歧視是很不安的 就會不知道 好像出櫃的感覺 就是妳會覺得自己 講了一個自己的大陸秘 對啊 妳會覺得自己是不是個異類 所以我就自己把房子賣了 車場賣了 籌了錢 我就決定這所有往後代孕 延伸的所有費用 都要我一個人支付 其實 我覺得他 我很對不起他是因為 有這些原因他無法說 所以當時他的 對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為什麼要請家 我懂妳意思 妳要特別不好意思 妳要也擁有到他這種感覺 所以那時候一月份去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所以我就是帶著一個失望的心又飛回來 然後就開始吃藥又挑 五月份飛去美國的時候 真的是很感到 超開心我們存了三個胚胎 然後後來我們就很開心 五月份回來的時候 就覺得說有希望 然後再加上八月份的時候 育母等到了 有一個夏威夷的媽媽 她願意當我們的育母 所以我還記得那天 我們在診間的時候 她要止入胚胎的時候 我們都在診間 對 陪著她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後來她就開始要臥床 對 然後後來兩週後她就要抽血 抽血之後她就要告訴我們答案 怎麼說 那時候醫生怎麼講 因為我們是二月十二月十一執入 所以我十二月二十七 就知道我們失敗了 育母沒有灼床 育母也哭了 我們也哭了 大家都哭了 無法灼床的狀況 就是她抽血結果是沒有懷孕 然後就沒了 就這樣子沒了 我就被宣判就是過去那一整年 從一月五月到十二月三次去努力的中間 全部都沒有了 就沒了 對 就沒有了 這四年的變化從一開始的很絕望 就甚至我其實覺得我好像沒有資格成為她的太太 可是後來就是真的是人在絕望的時候 就是居處逢生 真的其實很感恩那個當下 我會想要去了解生命到底所為何來 對 當你知道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時候 你會清楚知道你也比較能夠坦然去面對 那再來就是家人能不能夠站在同理心的立場去看 我覺得很多不孕症的夫妻 其實他們需要解套的不是法案 而是他們的父母 他們的家人 關鍵在於 爸爸媽媽公公婆婆 可不可以接受你的孩子就是不孕 對 嗯 我就不會說一定我要還要再去貸款花錢 去美國找一個單元來幫我生小孩 對 然後就是要這樣子自己抱著小孩才叫做學習怎麼愛人 對 我希望是反對這個議題的人 他的反對能夠被尊重 然後需要這個法案的人 他們的聲音也能夠被重視 那就能夠被urer 他不可以接受 他的文革 因此 只能提招起